听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丈夫为了讨白月光开心,下了迷药,偷偷打掉了我的孩子。 半夜我握着刀藏在卧室门后,下一秒我让渣男痛不欲生,追悔莫及。 我的丈夫因为白月光的一句话打掉了我的孩子。 为了嫁给他,我装扮成他喜欢的样子两年,却比不上白月光一句话。 我的血液里是有恶人基因,因为我的父亲是个反社会人格的连环杀人犯。 可我为了和他在一起扮演了两年白月光的影子,柔柔弱弱单纯善良,可他们居然杀了我的孩子。 我血液里是血的本性觉醒。 后来我拖着渣男的腿,一步一步走向他的白月光。 地上拖出一道长长的血痕,你以为你的白月光真的像你所看到的单纯善良吗? 我笑了,你们就惨了。 我像往常一样,做好饭,等着我的丈夫傅景峰回来。 最近天热了,我把他爱吃的凉菜折尔根放到他那边。 摆好了菜我坐在沙发上等着傅景峰回来,沙发正对着门口,他回来,我能第一时间看见为他拿拖鞋。 可今天左等右等都不见他回家,我打了一遍又一遍电话,都没人接。 一直等到深夜,我紧紧盯着门,怕我一一开眼,不能第一时间看见他。 我心情跌落谷底,抱着他不接的心态又拨了过去。 这次居然接通了,我欣喜地关心,景峰,你加班,晴晴,晴晴,傅景峰深情地喊着另一个女人的名字。 我呆愣住,想质问他电话,却被对面挂断。 情情,夏之晴,傅景峰的白月光。 这两年来我一直模仿着夏之晴的样子,因为她是我的丈夫深爱的女人。 她回来了,我惊恐又害怕,当年是因为我婆婆不喜欢她,给了她五百万,让她拿钱走人,她才出国,我才有机会嫁给傅景峰。 当然,这是我挑拨诱导婆婆这样做的。 我双眼赤红,在沙发上一直等到天亮傅景峰回来。 景峰,你昨天晚上去哪了? 我觉得我是她的妻子,询问她很正常。 你不是都听见了吗? 她冷酷地薄唇吐出冰冷的话。 原来她知道她在听,还故意这样。 我才是你的妻子。 夏之晴哪里好了? 她有的样子我都有。 傅景峰无情道,她哪里都好,你连她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 你就是个模仿她的小丑。 她圣洁善良的样子不是一个内心腐烂爬满蛆虫的烂人能比的。 实相你就自己滚出去给她疼地方。 我悲痛欲绝,泪流满面,我爱你,这世上没人比我更爱你,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傅景峰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字像刀子刺入我的心,可我爱她,别忘了当初是你抢了她的位子,你对不起她。 我坚决地说,我是不会离开你,离开我们的家的。 那你别后悔。 傅景峰留下这句摔门离去。 我以为她不会回来了,结果她把夏之晴带了回来。 我让她滚出去,夏之晴梭在傅景峰身侧,紧紧抓住她的手臂。 景峰,我还是走吧,乔西姐不高兴了。 傅景峰握住她的手,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你回国没地方住,住我这正好,她敢把你怎么样? 我痛苦地深吸一口气,回了房间。 我爱她,爱到可以容忍她一切,我这份婚姻来之不易。 我坐在卧室落地窗前看着窗外,傅景峰进来说,情情饿了,你去给她做饭,她不喜欢吃酸的。 结婚两年,傅景峰从不知道我这个妻子的口味。 我闭了闭眼,起身去给她做饭,夏之晴尝了一口糖醋排骨皱眉,好酸啊。 傅景峰伸手接在她嘴边,夏之晴把糖醋排骨吐在她手心。 傅景峰有洁癖,平时就算给合同签个字拿一下笔,都会洗手,却愿意用手接夏之晴吐出来的东西。 傅景峰斥责我,不是说了不要做酸的吗? 我今天就想吃个糖醋排骨,给自己做了,但放了很少的醋,我放了很多糖,一点点醋,不酸的。 我解释道,傅景峰只听到放醋这两个字,把其他都过滤掉了,你故意欺负晴晴。 夏之晴一边假装酸到咳嗽一边说,景峰,这是乔西姐的家,她做自己喜欢吃的也正常,我们迁就一点。 我尝了一口糖醋排骨,急着向傅景峰证明,甜的,不酸,一点都不酸,你尝尝。 傅景峰眼睛里全是厌恶,她喜欢吃的。 哼,尝壁在桌子上一扫,满桌饭菜掉到地上,慢慢吃。 傅景峰恶劣地对我说,走,我们出去吃。 傅景峰牵着夏之晴走了,看着满地狼藉的我,眼泪从眼眶滴落,满脸泪水。 我不想忍了,可是我真的好爱她,从年少时一眼惊艳就不可自拔了。 我从小就没有妈妈,我爸根本不爱我,只是义务地把我养大,其他人也对我不好。 记得我转学到三中的时候,来姨妈弄脏了衣服了,他们都偷笑我,嘲讽我,在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傅景峰把他校服外套递给我,系腰上。 少年如风,肆意张扬,却愿意帮我。 那时候,我开始讨厌青春期的男生,也开始喜欢傅景峰。 后来我知道他有个青梅竹马,像我这样肮脏的麻烦精是不配站在他身边的。 我拼命学习,就为了可以离他更近一点。 我收拾地上的食物,这时夏之晴借口不舒服回来了,傅景峰去买饭了。 夏之晴走到我身边,还是那副温柔的样子。 瞧西,我的东西,不管我离开多久,都会是我的,就算我不要,也轮不到你,懂吗? 我蹲在地上,维持着捡陶瓷盘碎片的姿势没动。 当年你是因为钱离开的,你根本就不爱他。 我淡淡地说,夏之晴勾起一抹笑容,像脆了毒般,不见方才一点单纯温柔的样子。 你说得对,我只是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而已,当年被你抢走的。 放过他吧,他对你这么好,你心疼他呀,可他一点都不关心在意你呢。 你就是臭水沟里的烂虫,你靠近谁谁就会倒霉。 夏之晴眼里充满狠毒,要不是因为你良好,怎么会死? 所以,你伤害傅景峰让我痛苦。 我平静地说。 夏之晴偏执地说,对,谁让你爱他? 夏之晴抬脚踩到我的手上,下面是盘子碎片,瞬间我的手鲜血淋漓。 感觉到,剧痛我用力抽出手下之晴因为没有站稳,摔在地上。 情情。 傅景峰买饭回来在他的角度看见的是我把夏之晴推倒在地。 夏之晴捂着肚子,脸色惨白,大滴的冷汗从额头低落。 我看到他身下出血染红了他的白裙子。 他怀孕了。 傅景峰焦急地拨打救护车。 我坐在地上固步地手疼,谁的孩子? 傅景峰的。 这时我感觉一阵炫韵,眼前一黑倒在地上。 等我醒过来是在医院的病房里,一只手包得跟粽子似的,另一只手上打着吊瓶。 别动,你身体虚弱着呢,刚打上营养针。 护士按住了我想起来的身体。 跟我一起来的那个女人怎么样了? 我着急地想知道夏之晴怎么样。 她流产了。 我正愣,流产了,流产了。 傅景峰这次真的不会放过我了。 护士看着我痛哭要哭的表情, 别太伤心了,你也怀孕了。 啊?我怀孕了。 我有傅景峰的宝宝了。 我的表情从痛苦变得惊喜。 抚摸着平坦的肚子,好像隔着肚皮摸在孩子头上。 你身体虚弱,低血糖, 想好好管自己再想去看你闺蜜的事吧。 她老公一直在那边陪着她呢。 那是我老公。 我平静地说。 啊? 护士姐姐一脸震惊。 我想了刚才的事,夏之晴一只脚踩地上, 一只脚踩我手上, 主要支撑身体的应该是地上那只脚。 怎么会我一抽手就摔倒了? 还这妖巧被傅景峰看见。 她在陷害我。 陷害我害死了傅景峰的孩子。 这也是她为梁浩报仇的一环。 梁浩。 我想起来, 高二那年, 梁浩温柔绅士, 学习又好, 还是学生会成员, 关键她主动愿意跟我交朋友, 维护我。 我以为幸运女神眷顾我了, 赐给我了个这么好的朋友。 可她就是个披着温柔皮囊的恶魔。 她以给我补习的名义, 把我约到学生会的会议室, 要强行强暴我。 然后被我反杀了。 因为我强烈缺乏安全感, 书包里放着一把刀, 这个习惯一直维持到现在。 后来梁浩死了, 当时判定我为正当防卫。 与此同时隔壁病房, 夏之情醒来看着坐在椅子上, 守着她的傅景峰。 阿峰, 我的孩子, 还在吗? 傅景峰看着夏之情虚弱地过度苍白的脸。 以后, 我们会有孩子的。 夏之情悲痛欲绝, 哭道失声。 看着夏之情痛苦, 傅景峰也痛。 等你身体养好了, 会有属于我们的孩子的。 你想要多少个都行。 他都不要你了, 这个孩子没有就没有了吧。 青青青。 夏之情哭得喘不上气, 可我的孩子没了不是意外啊, 乔西姐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只是在这借助几天, 他为什么要害我的孩子啊? 呜呜呜。 傅景峰眸子中射出寒意, 我现在还不能动他, 以后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夏之情疑惑, 为什么? 傅景峰沉声道, 刚才医生说他怀孕了。 夏之情眼底闪过一丝惊慌, 哭得梨花带雨。 我见有脸, 我的孩子没了, 他有了孩子。 阿峰, 乔西姐有了你的孩子, 你们好好在一起吧, 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不能没有爸爸。 是我倒霉, 不能生下我的孩子。 还是乔西姐有福气, 有了你的孩子。 以后可以跟你一起 成欢西夏儿孙满堂。 傅景峰揍了眉头, 他不配, 只有你能和我儿孙满堂。 可是我不想你有别人 给你生的孩子。 夏之情泪花闪闪, 暗暗观察傅景峰的表情。 真正相爱的人 是不会有除了 另一半以外的女人 给生孩子的。 我爱你阿峰, 这么多年, 我爱的只有你, 以前是我年纪小不懂事, 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 我想和你儿媳环绕, 白头到老, 可是我运气不好。 夏之情轻易捕捉到 傅景峰眼里的 动摇犹豫。 夏之情柔声道, 我只想和你 生属于我们的宝宝, 可我没机会了。 傅景峰眼睛一亮, 晴晴你真的愿意 给我生孩子, 留在我身边, 陪我到永远。 夏之情温柔含蓄地 看了他一眼, 快速移开目光, 语气悲伤, 这辈子不可能了, 下辈子我们再在一起吧。 傅景峰被他的一句 他爱他冲昏了头脑, 因为他太喜欢夏之情了。 只要你和我在一起, 我做什么都行。 傅景峰眼里有了狠力, 拿起夏之情的手 吻了一下, 等我, 很快就回来。 我看着一个穿着白大褂 戴口罩的高大男人 走了进来, 手上拿着一个针管, 有些不好的预感。 这是什么针? 男人开口, 麻醉剂而已, 瞧小姐。 我又不做手术, 为什么要打麻醉剂? 旁边跟我聊天的 护士小姐姐 也疑惑出声问, 下一秒他 就被同伴叫出去了。 我更慌了, 挣扎着爬了起来, 摸到手边的东西 往他身上砸。 别过来, 我不需要麻醉剂, 我很清醒。 救命, 救命啊, 有没有人? 这时又进来两个人, 我刚想向他们求助, 他们就已经一左一右 把我紧紧按在床上了。 我感受到冰凉的药水 被推进我的身体里面, 渐渐模糊, 很快便没了意识。 再次醒来, 我呆呆地看着天花板。 为什么? 为什么他连孩子都不留给我? 这也是他的孩子啊。 我知道, 在这个医院, 没有傅景峰的同意, 他们不敢这样对我。 我这么爱他, 这么多年。 我嫁过来, 就当了家庭主妇, 只为把他照顾好, 把我喜欢的工作都推了。 连保姆照顾, 给他洗衣做饭我都不放心, 关于他的所有事都是亲力亲为, 最后却换来这么个结果。 哈, 我笑了, 眼泪也从眼角流到下耳朵, 再到枕头上。 我想起了父亲被处死刑前, 最后跟我说的那句话, 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就解决产生问题的那个东西。 我的孩子没了, 我要把凶手解决掉, 与其埋怨别人, 不如直接埋了。 我要报复他们两个。 我出院的时候, 把我两个月大的孩子带回去了, 泡在福尔玛林里, 做成了标本, 放在我的床头。 这样我每天都能看见他。 办理离婚手续那天, 傅景峰看见我这副苍白沉默的样子, 想说点什么, 嘴唇动了好几次, 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对他这次真的是恨死了, 死得透透的了。 恨不得当场扑上去, 咬断他的颈动脉。 可是还不行, 这样我会被抓到监狱里, 那夏之情就安全了。 我拼命忍住这个念头。 渣男贱女, 你们一定要好好在一起等我来报复啊。 你们的爱情, 不要叫我失望哟。 好在我的连环杀手父亲有个好脑子, 给我留了笔遗产。 我在湖边租了个房子, 因为我觉得直接扔狐里 也是个毁尸的好方法, 方便。 报仇的第一步, 我先找了私人侦探 调查夏之情这两年的所有事, 跟傅景峰是什么时候又勾搭上的, 还是说他出国一直有联系。 让私人侦探每天都跟踪夏之情和傅景峰, 我要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 我还买通了傅景峰公司的一个会计, 以及安排了个新秘书。 我的身体还很虚弱, 我一边先养好我的身体, 一边疯狂地想各种让他们痛不欲生的方法。 我想过直接开车撞死他们, 但很快就被我否决了, 这样太便宜他们了。 我应该给他们一人来一刀, 让他们感受到血慢慢流光, 身体逐渐变得冰凉, 体验慢慢死亡的感觉, 肯定很好玩。 我在房间自学格斗术技巧, 这时门铃响起来了, 我疑惑到会是谁? 我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 谁会来找我? 我从猫眼里看, 是个年轻英俊的男人, 即便他戴着帽子, 也能看出长得很好看。 我知道你在家, 开门, 我有事和你说。 我没出声。 乔西? 他喊了我的名字, 可我根本不认识他。 见他执着我不开门, 他就不会走的样子, 我拿了一把刀藏在身后, 若是他不对劲, 正好拿他练手了。 我打开门, 什么事? 他问我, 可以进来说吗? 我测开身体让他进来, 防备着看着他。 我叫叶霄, 夏之情的前男友, 他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 他流产了。 我说, 叶霄脸色悲伤, 我知道, 我眼神冰冷, 你也觉得是我害他流产的, 来找我报仇。 不是, 我是来找你合作的。 我挑眉, 游戏暧昧了。 叶霄看着我, 我恨他, 你也是, 我们可以合作。 我凭什么相信你? 叶霄料到, 我不会轻易相信他, 你一个人要杀掉, 他们两个人很难, 毕竟傅景峰有权有势。 叶霄眼神凶狠固执, 对着我森森地笑了起来, 显得表情怪异。 我们两个人更快更狠, 你也可以让人查我, 我好歹是个商人, 之前在国外, 也是有些知名度的。 看见他这个狠毒含笑的眼神, 我就知道, 遇见同类了。 我们是一类人, 都不是好人。 我问他, 你的计划是什么? 叶霄一摊手, 没有计划。 我皱眉, 不信他的话, 要跟人合作, 就拿出诚意来。 叶霄耸肩, 我真的没有计划宝贝。 你非要计划, 我也可以说一个, 把他们约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服了, 这人有个大病吧? 你什么计划都没有, 找我合作什么呀? 让我带你躺着报仇。 叶霄桃花眼含笑, 宝贝, 往往最简单的, 最容易成功, 不是都说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吗? 然后我带你出国, 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我没想到他有退路, 怪不得这么大胆, 你有出国的方法。 叶霄脸上表情自信, 不然我就不会来找你了。 等他们发现尸体的时候, 我们已经不知道跑在世界哪个角落了。 我疑惑问道, 为什么要带着我? 你可以一个人报仇。 叶霄双眼悠悠地看着我, 可能我们是同类人吧。 我该相信他吗? 跟他合作是最快惩罚他们的方法。 我一个人如果想全身而退, 就得慢慢地引诱。 我还是选择了跟叶霄合作。 我没什么耐心, 在这一段时间里, 我每天看到我两个多月的 已经长成一颗葡萄粒大小的孩子, 就恨不得把他们堕碎到马桶里。 这些年, 他们这么对我我都忍了, 可他不该动我的孩子。 我从小缺失父母的爱, 他们对我就像对个物件, 没有丝毫感情。 小时候我就想, 以后我有了孩子, 一定把我所有的爱都给他。 我回过神来, 看见叶霄在静静地看着我, 不知道看了多久, 怎么把他们叫到没有人的地方。 他眼里闪过一丝意味不明, 我的一个朋友明天到国内, 傅景峰想跟他公司合作, 到时候我朋友会叫他一起爬赤山, 让他带着家属, 赤山上有一处隐秘的山洞, 我们在山洞等着就行。 我看到他眼里一闪而过的不明意味, 在看消失的无影无踪, 他表情自然, 难道看错了? 叶霄说, 这两天好好休息, 收拾好要用的东西, 这是我号码, 有事给我打电话。 然后他就走了。 第二天叶霄打来电话说他朋友回来了, 约好了后天去爬山, 让我和他前一天晚上上山, 守株待兔。 我收拾好东西, 带了三把刀, 强迫吃东西自己睡觉, 养足精神。 到了二十四号, 就是他们约定爬山的一天, 我穿戴好拿上背包, 转了两趟车, 到了山脚下。 叶霄早就在那等着我呢, 我有些激动地心砰砰跳, 这一天终于来了。 我们没说话, 叶霄在前面带路, 我紧紧跟在他后面。 很快就到了那个山洞, 果然很天僻隐秘, 旁边山层层乱乱, 跑出去也很难分清下山的路。 叶霄把包放下, 坐在包上了, 在这里等着就行, 我朋友会把他们引过来。 提前来你也看到了, 这么多分路, 怕到时走差了, 还是提前守株待兔的好。 我背着包站着, 没说话。 叶霄坐下喝了瓶水, 递给我一瓶, 就开始捡枯树, 到了晚上, 气温会降低, 要生火。 我坐到一片空地上, 警惕地看着叶霄, 如果他在这把我杀了, 也没人知道。 叶霄倒是一脸轻松地捡枯树枝, 跟来也吹似的, 还时不时吹个口哨。 渐渐入夜, 天气冷起来了。 叶霄用打火机点燃树枝, 升起火, 他坐在旁边点了根烟, 递给我一根, 我接过, 谢谢。 我会抽烟, 因为要学夏之晴他不抽烟, 所以我平时也不能抽烟。 点燃了烟我深吸一口吐出烟雾, 久违的感觉。 抽烟让我更加随意慵懒了起来。 夜宵边吞云吐雾边看我, 他没有任何惊讶, 好像知道我会抽烟。 夜宵拿出他包里的食物, 补充体力, 等待明天。 我包里也带了, 拒绝了他的。 吃完咪一会, 养好精神, 马上一切都结束了。 我点点头, 但我不敢说。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我又紧张又期待, 一夜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静静等待, 一会儿听见了一男一女的声音。 我听出来是夏之晴和傅景峰的声音, 夏之晴在抱怨责怪, 傅景峰有些不耐烦。 哎, 那边有个山洞, 我们过去看看吧。 我和夜宵走到山洞门口隐蔽起来, 听着脚步声越来越近, 他们进来了, 离我近的是夏之晴。 我一把抓住她的头发, 拽着她往山洞里去, 重重地把她的头磕到山洞墙上, 撞得她头晕眼花, 站不起来。 那边夜宵直接给了傅景峰一锤子, 片刻眩晕, 但没彻底晕过去, 倒地上了。 夏之晴和傅景峰惊恐地看着我们。 傅景峰惊讶, 瞧欣, 在办完离婚手续之后, 她发现夏之晴和她记忆中的单纯乖巧不一样了, 对她越来越冷淡, 也不着家, 在外面玩到很晚才回来。 之后她收到一个档案带, 里面是夏之晴和不同男人亲密的照片。 她舍不得夏之晴, 这可是她心肩上多年的白月光, 夏之晴一哭, 她就选择原谅她。 可是心里还是会有对比, 想起乔西, 心里自觉对比乔西, 对她是怎么样的, 夏之晴对她是怎么样的, 最近越来越烦夏之晴, 越来越想乔西。 客户说要去拍赤衫, 她也可以带家属, 她为了拿下这个单子哄客户开心, 就带着夏之晴来了, 半路却和客户走散了。 我淡定地掏出刀子, 走到傅景峰身边, 傅景峰看着我, 乔西, 我后悔了, 原谅我好不好, 我真的后悔了。 我声音痛苦地说, 是你杀了我的孩子, 是你。 一刀捅在傅景峰肚子上, 又拔出, 他本来在我这里好好的, 傅景峰惶恐了, 他没想到, 我真的会对他捅刀子。 叶霄站在前面挡着门口, 静静地看着, 乔西, 原谅我, 我再给你一个孩子, 我看着傅景峰狼狈地祈求我的样子, 只觉得痛快, 我笑着说, 你不配了。 又一刀捅在他的腿上, 一刀一刀又一刀, 一直到他流血过多脸上惨白昏死过去。 我拽拽着傅景峰的腿, 一步一步走向夏之晴, 地上拖出一道长长的血痕。 梁浩的死, 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旧游自取。 是他要强暴我, 才被我杀了。 你居然把错推到我身上, 说说, 你想怎么死。 我眼睛含笑, 慵懒随意地看着夏之晴写乎满脸的样子。 红色配上白色, 果然好看。 夏之晴被我吓到, 向门口高大英俊的男人求助。 夜霄, 夜霄你救救我。 夜霄嗜血一笑, 桃花眼弯弯闪着寒光, 还没到我的戏份呢, 宝贝。 夏之晴被他的眼神吓住, 乔西姐, 我错了, 我不怪你了, 放了我吧。 怪我? 你有什么资格怪我? 是我该怪你才对, 一句话就杀了我的孩子。 把我付出了两年的努力摧毁。 夏之晴痛哭流涕, 愁死了。 我在他脸上滑了一道口子, 这样才顺眼点。 我满意地笑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 夏之晴意识到他最在意的脸被划伤, 他毁容了疯了似的叫。 我看他这个样子很兴奋, 一刀刀滑在他脸上, 身上, 最后夏之晴流血过多而死。 我不好意思地看着夜宵, 哎呀, 你还没完呢, 死了。 夜宵指着地上的傅景峰, 这不是还一个的吗? 拿过我手上的刀, 割断了傅景峰的脖子。 这一刻, 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 轻松, 缓缓吐出一口气。 夜宵从他背包里拿出一件女士运动服, 结束了, 把衣服换上我们走。 我疑惑看着他刚才就一直让我发现, 连衣服都给我准备好了。 他早就想好了, 换上衣服, 跟他下山, 坐上他的私人飞机去往世界某一个地方。 我在飞机上看着外面蓝天白云, 晴空万里, 为什么? 为什么帮我? 夜宵平静地说, 因为你帮我杀了这个世界上我最讨厌的人, 所以我帮你一次。 我知道他说的不是夏之情, 脑海中闪过一张少年的脸, 猛然看向夜宵。 他大大方方地回视我。 下巴, 他的下巴和那人很像, 几乎一样。 我懂了, 原生家庭的伤害不比刀子轻。 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另一个故事。 我考上大学没钱, 大就不肯见, 大博卖猪帮忙, 我发达了大就找上门。 我叫王康, 出生于1982年, 在南方一个极其偏僻的小山村中长大。 这里仿佛被世界遗忘, 四周都是连绵起伏的山巒, 将我们与外界近乎隔绝。 我们家的房子虽然简陋, 只是几间用泥土和石头垒成的小屋, 但它却承载着我所有童年的温暖回忆。 那破旧的木门, 每次推开都会发出枝哑的声响, 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屋内的摆设简单而沉旧, 一张桌子, 几条板凳, 还有几张木板床,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家, 让我感受到了无尽的温暖。 我是家里的长子, 下面还有两个可爱的妹妹, 我们一家五口人在这个小山村里相互依靠, 相互扶持。 村子很小, 总共也就只有几百人, 而且这里人多地少, 靠着种地为生的我们家日子 一直过得十分艰难。 记得我刚开始上小学的时候, 家庭连产成包则认质开始实施了。 那时候, 父亲和母亲的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仿佛看到了生活变好的曙光。 然而, 现实却给了我们沉重的一击。 由于缺少现代技术, 家里的农作物产量一直很低, 即使父母整日在田间辛苦劳作, 收获也不尽人意。 康尔, 这十几块钱的学费可咋办呀? 母亲满脸愁容地坐在床边, 一边缝补着衣物, 一边哀声叹气地说着。 我看着母亲那日渐消瘦的脸庞和粗糙的双手, 心里一阵难受。 四年级那年, 老天爷仿佛故意和我们作对一般, 气候出现了异常。 那一阵子, 不是狂风暴雨, 就是烈日暴晒, 给土地耕种带来了好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家里种的黄豆也没能幸免, 受灾极其严重, 原本就贫困的家庭经济情况变得更差了。 爹, 这以后可咋整呀? 我看着父亲在院子里抽着汗烟, 忧心忡忡地问道。 父亲沉默了许久, 才缓缓地说, 康尔, 别怕, 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记得有一天, 我放学回到家, 看到母亲正坐在门槛上, 偷偷抹眼泪。 我急忙跑过去, 关切地问, 娘, 咋了? 母亲哽咽着说, 康尔呀, 家里实在是拿不出钱给你交学费了, 这可咋办呀? 我心里一阵酸楚, 却强装镇定地说, 娘, 没事的, 我可以晚点再交学费。 那段日子, 父母为了我们兄妹三人的生活和学费, 整天愁眉不展。 而我也在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好好学习, 将来改变家里的命运。 那一年, 家里种的黄豆几乎颗粒无收, 这让原本就艰难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母亲每天都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康儿, 你要好好学习, 以后走出这个小山村,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母亲总是这样对我说, 我用力地点点头, 把母亲的话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虽然艰苦, 但我们一家人始终紧紧相依。 在这个小小的山村里, 我们的亲情愈发浓厚, 我们相互鼓励, 相互扶持, 一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第二年, 仿佛是命运的捉弄, 村子又遭遇了灾难。 先是长时间的干旱, 让土地干裂得如同龟背, 紧接着又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引发了泥石流, 冲毁了不少田地和房屋。 我们家本就艰难的生活, 这下更是陷入了绝境。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三妹突然发起了高烧, 一直不退。 父母急忙带着她去了村里的诊所, 却被告知三妹得了肾炎, 必须要去城里的医院治疗。 听到这个消息, 母亲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 泪水止不住地流。 这可咋办呀, 家里哪还有钱给倩倩治病啊? 母亲绝望地哭喊着, 父亲紧锁着眉头, 沉默了许久后说, 只能去借钱了。 我看着父母那愁苦的面容, 心里也难受极了。 我知道, 学费的事情已经让他们很无奈了, 现在又要面对三妹的医药费, 他们该有多难啊。 我的父母小时候都很不幸, 他们都是靠吃百家饭长大的。 在那个艰难的年代, 他们尝尽了生活的苦。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 她不愿意轻易地向别人求助, 尤其是大舅。 大舅和大舅妈特别视力眼, 他们看到我们家穷, 根本就不想和我们家有什么往来。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父亲和母亲四处借钱, 受尽了白眼和嘲笑, 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 好在有些亲戚虽然过得也不好, 但注重亲情, 尽可能慷慨解囊, 我们东拼西凑, 把医药费凑齐了, 三妹得以痊愈。 而我也在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努力学习, 将来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不再受这样的苦。 生活的艰难似乎如影随形, 那无尽的困苦仿佛一张巨大的网, 将我们紧紧束缚。 但即便如此, 父母却始终如一地鼓励我好好学习, 他们总是念叨着, 孩子,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啊。 父亲那坚毅的眼神, 和母亲那温柔而充满期盼的目光, 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日子一天天过去, 到了初中, 家里的经济状况慢慢有了些许好转。 我的姐妹们也都十分争气, 成绩都特别好, 每次看到她们拿着优异的成绩单回家, 父母脸上都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然而, 命运似乎总喜欢在关键时刻开玩笑。 中考的时候, 我突然生病了, 那几天, 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 脑袋像灌了签一样沉重。 我强撑着去参加考试, 但终究还是没能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 当成绩出来的那一刻, 我感觉天都要塌了。 我呆呆地看着那与中砖录取线相差几分的成绩单, 泪水止不住地流。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不停地喃喃自语。 母亲看着我, 心疼地抱住我, 轻声说, 孩子, 别太难过了, 这只是一次考试, 咱还有机会。 父亲也在一旁安慰道, 对呀, 咱可以去读高中, 以后一样能有出息。 我抬起头, 看着父母那满是关切和鼓励的眼神, 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努力, 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 于是, 我选择了去读高中, 高中的生活紧张而又充实, 我每天都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 拼命地学习, 而父母也更加辛苦地劳作, 只为了能给我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时光飞逝, 转眼间就到了高考的日子。 我怀着忐忐忑的心情走进考场, 每一场考试都全力以赴。 当最后一场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 我走出考场, 长输了一口气。 等待成绩的日子是难熬的, 我每天都在焦虑和期待中度过。 终于, 成绩公布的那一天, 我怀着紧张的心情去学校查询高考成绩。 当看到自己的成绩远超大学录取现时, 我激动地差点跳起来。 我飞奔回家, 想要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母。 爹、娘, 我考上了, 我考上大学了。 我一边跑一边喊。 父母听到我的声音, 急忙从屋里跑出来, 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真的吗? 太好了, 我就知道我家孩子最棒。 母亲激动地抱住我, 父亲也笑得合不拢嘴, 说, 好啊, 好啊, 咱孩子有出息了。 然而, 喜悦过后, 我们又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 上大学的学费。 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对于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 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尤其是我的大学距离老家很远, 路费也是一大笔费用。 父母开始四处奔走借钱, 他们低声下气地求变了所有能求的亲戚朋友, 可愁到的钱却少得可怜。 看着父母那日渐憔悴的面容和疲惫的身影, 我的心里充满了愧疚和自责。 爹、 娘, 要不我不上大学了, 我出去打工挣钱。 有一天, 我忍不住对父母说, 母亲一听, 立刻板起脸来, 说, 胡说什么呢? 好不容易考上了, 怎么能不去上? 学费的事情你不用操心, 我和你爹会想办法的。 父亲也坚定地说, 对, 孩子, 你只管好好读书, 其他的有我们呢。 一个炎热的午后, 太阳高悬在空中, 炙烤着大地, 仿佛要把一切都烤焦。 我和父母一起, 怀着一丝希望来到大舅家, 希望能从他那里借到一些钱, 来凑齐我上大学的费用。 当我们来到大舅家门口时, 却发现大门紧闭, 我能听到屋里传来隐隐约约的麻将声, 那熟悉的声音, 让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父亲深吸一口气, 开始敲门, 一边敲, 一边喊着大舅的名字。 大哥, 是我们呀, 开开门呀。 父亲的声音, 在炎热的空气中, 显得有些干涩。 然而, 屋里没有任何回应, 只有那不间断的麻将声。 母亲也着急了, 她也跟着一起敲门, 声音中带着一丝祈求。 大哥, 开开门呀, 我们有急事找你呀。 我站在一旁, 心中满是苦涩和无奈, 那炙热的阳光晒得我头晕目眩, 但我还是紧紧地盯着那扇紧闭的大门, 期盼着它能打开。 我们就这样在裤鼠中敲了一个下午的门, 汗水湿透了我们的衣服, 我们的嗓子也寒哑了。 可大舅始终没有开门, 仿佛那扇门后是另一个世界, 与我们隔绝开来。 父亲的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神情, 他的眼神变得暗淡无光。 母亲则默默地流着眼泪, 那泪水混合着汗水, 流淌在他的脸颊上。 走吧, 看来大哥是不想帮我们。 父亲无奈地说道, 我看着那扇紧闭的大门, 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委屈。 为什么大舅明明在家, 却对我们不理不睬? 为什么他可以这么绝情? 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 缓缓地离开了大舅家。 那炎热的午后, 那紧闭的大门, 那敲了一下午都没有回应的经历, 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成为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但我也知道, 不能因为别人的冷漠而放弃, 我要更加努力, 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未来, 去报答那些真正关心和帮助我的人。 就在我们一家陷入绝望的时候, 大伯出现了。 那天, 大伯提着一个袋子来到我们家。 哥, 你怎么来了? 父亲惊讶地问。 大伯笑了笑, 说, 我来给孩子送学费啊。 说着, 大伯打开袋子, 里面是一叠厚厚的钞票。 这是我卖了家里的猪筹的钱, 一共一千八百块, 应该够孩子的学费了。 大伯说道, 母亲感动得热泪盈眶, 拉着大伯的手不停地说, 大哥, 谢谢你, 谢谢你。 父亲也哽咽着说, 大哥, 这钱我一定会尽快还你的。 大伯摆摆手, 说, 都是一家人, 说什么还不还的。 我只希望孩子能好好读书, 将来有出息。 我站在一旁, 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 我暗暗发誓, 一定要好好学习, 将来报答大伯的恩情, 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带着父母和大伯的期望, 我踏上了前往大学的征程。 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 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我努力学习专业知识, 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 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在大学里, 我也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 我都会想起父母那鼓励的眼神, 和大伯那温暖的笑容, 这些都成为我前进的动力。 大学毕业后, 我怀着满腔的热情, 踏入了社会, 开始努力工作。 那时的我,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善家里的生活状况。 每天, 我早早地起床, 挤着拥挤的地铁去上班。 在公司里, 我拼命地工作, 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 常常加班到很晚。 回到家时, 虽然疲惫不堪, 但看着家里逐渐变好的迹象, 我的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经过几年的奋斗, 家里的生活水平 终于慢慢提高了。 我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 也把父母接到了城里, 和我一起住。 那一天, 当父母走进新家时, 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那是我许久未曾见过的满足。 然而, 多年后的一天, 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 那天, 我正在家里陪父母聊天, 突然门铃响起。 我打开门, 看到大舅站在门外, 他的脸上满是愁容和尴尬。 大舅, 您怎么来了? 我有些惊讶地问道。 大舅搓着手,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外甥啊, 大舅这次来是有事求你。 我让大舅进了屋, 给他倒了杯水。 大舅沉默了一会儿, 才缓缓开口道, 是这样的, 你表弟他, 他在外面欠了赌债, 现在人家找上门来了, 我们实在没办法了, 你能不能借点钱给大舅, 让我们先渡过这个难关。 听到这话, 我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了多年前那个炎热的午后, 我们一家在大舅家门口敲了一下午门, 他却紧闭大门不理不睬的情景。 心中的那股委屈和愤怒又涌了上来, 我真想直接拒绝大舅。 可是, 当我看到大舅那无助的眼神和父母脸上的不忍时, 我的心又软了下来。 我在心里默默地叹了口气, 对大舅说, 大舅, 我可以借钱给您, 但是您得答应我, 以后一定要好好管教表弟, 不能再让他去赌博了。 大舅连连点头, 眼中含着泪水说道, 外甥, 大舅知道了, 大舅对不起你, 当年是大舅太绝情了, 大舅以后一定好好报答你。 我拿出了一笔钱交给大舅, 大舅千恩万谢地走了。 看着大舅离去的背影, 我的心中感慨万千。 我的这些经历让我明白,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都不能放弃希望。 当年, 虽然大舅对我们冷漠无情, 但我依然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 让家里过上了好日子。 而教育, 真的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 如果不是上了大学, 我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亲情的力量也是很强大的, 即使大舅曾经那样对我, 可当他遇到困难时, 我还是选择了帮助他。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